11月26日韩雪在微博上晒出一组照片 头中呢他站在高高的梯子上正在修窗帘 还用双臂和梯子比出了X的造型 这是在干啥 在此之前韩雪的微博上多数是他盛装出席某活动的美照 今天呢一身黑色居家服务加拖鞋 女神真是彻底写下了偶像包袱 仔细查看韩雪的微博 发现女神终于把自己的iPhone 5S换成了iPhone X了 在这之前韩雪因为一直用着iPhone 5S的老旧手机 被粉丝和网友称为勤俭持家的模范 也一直被催着换手机 其实韩雪换手机早有预兆 小安节当天韩雪工作室就曾晒出韩雪为小伙伴们买的iPhone X 让网友大呼这样的老板请各位来一个 如今韩雪换了手机大家也纷纷祝贺 终于换手机了 也有不少网友担心这么高梯子看着都害怕 不过也有细心的网友发现 韩雪这次晒出修窗帘的照片 其实也意外暴露了自家的豪宅 按照韩雪1米7身高来比较 梯子估计应该在190到210之间 梯子还在桌子上放着 成人树桌高度通常在65到85厘米之间 有同学就断定 这样的挑高房证明韩雪家 不一定是豪宅无仪